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认识两个月就结婚了 到现在结婚五年 育有两个儿子 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父母 为了维持生计 我们一直分居两地 我们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 现在两个孩子年纪尚小 我不知道我的婚姻该何去何从 有钱对的夫妻有钱 江先生31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 楚女士32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 有请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今天为何而来 我跟我老公因为双方父母的原因 导致我们两个感情又破裂 因为我跟我老公 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我们也属于闪婚 认识半个月我们就订婚了 在订婚的当天晚上 我跟我老公 我们各自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穿了一套婚纱 走进婚姻殿堂 他也做了一个梦 他穿了一套西装 也走进婚姻殿堂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当时我们彼此说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肯定都是天生的一对了 所以我们就在两个月内 我们就完成婚礼 就在我们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一天 新婚当天晚上 我们就干起来了 打架了 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结婚当天 白天婚礼上面闹了一点矛盾 啥矛盾 当时我们是婚礼 跟举办的地方和酒店 是不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是在举行婚礼之后 要陆陆续续赶到酒店 所以说很多来的亲戚朋友 需要我们自己去疏导 去处理这件事情 当时我父母参加完婚礼 到酒店的时候 到那里谁都不认识 他们家也没有人来出来 来接待娘家人 坐的地方也没有 每个坐席和包间都坐得有人 当时我父母他们就有点情绪了 这男方办事怎么这样子 所以我跟我老公 后来慢慢我们陆陆续续来了之后 我舅舅当时看到我们一来 二话不说 到跟前就把我训了一顿说 你们两个怎么办事的 把你父母气得都要走了 座位都不给安排 我还没接上话 我老公当时听都不听 直接就气冲冲地说 谁说没有包间的 谁说没有座位的 谁要走的 当时我父母就觉得 这么多人的面 婚礼现场 亲女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训斥我们 那个脸面根本就放不下来了 所以就气得当时就要走 就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一直闹到晚上 晚上 然后我觉得她不尊重我父母 那肯定是 她觉得我没有站在她这边 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 当时她把我眼睛 直接就打充血了 脸也打肿了 然后我把她的胳膊掐得 全是指甲印 不是你们俩算队友 还是她打你 反正我跟你说啊 要是我闺女结婚 当天晚上被姑爷打成这样子 二十天我一定让她离婚 我们是队友 但是这更可气的是 我婆婆当时看过了还说 你们刚结婚就这样 趁现在没有孩子 能过就能过 不能过离掉吧 哎呀她说了一句 多么明智的话呀 你们家是有明白人的 是你婆婆吧 好说得好这句话 我们都认同 男友新婚当天 双方动手掐死了新郎的胳膊 打破了新娘的眼睛 这肯定不能过呀 后来呢 她还有一个那个事情 说得更过分 就是因为 你也不怎么好 因为一个床的事情 你也不怎么好 结婚当天 没给岳父岳母 安排好座位 没有派专人 陪着岳父岳母 下着车领个路 你这还好意思说 还好意思动手 闭嘴吧 我们是预定好的 闭嘴吧 预定好的 知道吧 预定好什么呀 预定好房间的 预定好什么房间啊 所有的抱房 都已经预定好的 谁负责招待岳父岳母 进那个房间 为什么提前不把岳父岳母 接过来走一遍 有没有在吃饭那个地方 请岳父岳母 在那试一次菜 然后告诉他们 当天就是这个包间 做了吗 这工作 没做在那机外什么呀 因为办婚礼的现场 和吃酒席的现场 不是同一现场 该不该带岳父岳母 去试吃一下菜 对于我家来说 叫丢掉一孩子 你考虑过做父母的心情吗 你礼数一些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还说那个混账话 我们家有我们家的规矩 你们家什么规矩啊 你们家什么破规矩啊 你们家的规矩 就是结婚当天新郎跟新娘子动手 来 接着往下说 床怎么了 我们在结婚之前买了一个婚床 对吧 买来自的时候也没说不好 然后呢 他家也买了一个床上用品 然后说我家这个床 配不上他那个床上用品 让我们换个床 你说有这个道理的吗 当时我妈妈就是觉得 女孩子第一次结婚 人生就是第一次婚礼嘛 肯定要买一些自己喜欢的 当时我们结婚什么都没有 就一张床 而且是以前老式的那种床 我当时也有不喜欢 但是我没有说 然后后来我妈妈 她就是跟我骑着说 最好换一张床 换我们年轻人喜欢的 我当时就跟他们提了一口罪 他们就说 我是我妈妈挑屎 说你这个也要挑 那个也要挑 那你以后再受你妈妈影响 你日子过不过了 说我无理取闹 然后就跟我吵起来 吵起来之后 他们就做他们的事 不管我 最后床也没有换 我们还是继续那样子 就这一点小事 你还听你妈妈的 我们怎么可能因为 你一个时间套的问题 一个床用品 我不整个床给换掉 人家不就说了一句吗 能说吗 我妈说了就床不好 我能不能说这话 你告诉我 可以说 那你可说 那你不能闹情绪 对吧 这样跟我妈他们去吵 吵完之后 然后就要走 你跟婆婆吵架 就为这个 你跟婆婆吵架 人家给你买的床 你可以不满意 钱是人花的 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吵架 就是不懂事 但是为了后来 我们带孩子这件事情 后来还有孩子了 对 后来就是在带孩子的 这几年里 不是 你们俩就 就就就就这样 就快速的还要了孩子 这可怎么好啊 他们俩要了孩子了 好好好 孩子几岁了 大的宝宝三岁半 还有小的呢 小宝宝两岁 我的妈呀 说说说说带孩子 就是带孩子的这段时间 他因为我们是 长期毅力分开嘛 他在外面打工 我跟婆婆他们 坐在一起带孩子 就因为带孩子 我每次在管教孩子的时候 我婆婆总是 当着我的面拦着 然后还一边训斥我 说我把孩子打了 怎么了 是妈把孩子给打坏了 我又不是后妈 我能把他怎么样 然后导致孩子 每一次我管教的时候 就不听我的 我要去找奶奶 我要去找奶奶 然后我每次 跟他说的时候 他说我无力取闹 说我跟他妈吵架 老人们隔背签嘛 那你打孩子 你可以拉到外面 拉其他地方打 你非要当着老人的面去打 每次都是因为 这个事情吵架 我就说你这个事情不对 你不能和婆婆吵架 每次都说我跟妈吵架 你根本就没有 站在我的立场 去想问题 不是你啥立场 他根本就不了解 我的过去 他根本就没有 走进我内心深处 去了解过我 你过去咋了 你给我讲讲 因为我 我本来就是 在娘家就不被重视 小的时候 因为出生的时候 有残疾 刚出生没几天 我父母他们打架之后 我当时我邻居说 我就是从一个小床 直接就被掀到 另外一张床上去 他们就 我外婆就把我抱到外婆家 但是因为没有满月 不能进屋里 就在一个毛棚里面过的嘛 后来我 之前我听我外婆说 我前面的那半个月 基本上就 就看着就 基本上就要要死 不是你什么残疾啊 姑娘 就是 脖子上面有一个包 像鸡蛋这样子 就是每次吃奶的时候 她就乱跑 后来呢 乱跑 后来就是 无缘无故就没有了 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就没有的 后来我回到 又回到我父母身边 家里面他们就觉得 我是女孩子 他们就没人带我 三岁的时候 就跟着我爸妈 去外面奔墨了 我那时候 跟我父母在广东 他们忙自己的活 然后我因为 他们带不了我 我就跟我们 住在一起的阿姨 出去要饭 我那时候都记事了 有的时候 就跟着她一块 真的去捡破烂 我知道我那时候 没有多高 背着一个袋子 背着那个破烂 铁皮 然后塑料盒 还有钢筋头 去人家宫里上面 捡那个钢筋头 还有纸皮 然后我跟着阿姨 一块去卖钱 回来跟我妈妈 一直生活到 就是有一年 四年级的那一年 暑假的时候 我是跟我妈妈 一块摆地摊 卖水果嘛 那时候 我爸爸一个人 挣钱 我们四个人花 哥哥也要上学 我也在外地上学 然后就帮忙 摆地摊 卖水果 后来感觉 挣的钱不多 然后我妈妈 又做了一个 其他的生意 但是生意 没做多久 我爸爸出了一场车祸 在医院里面 待了差不多八个月 在这八个月里面 我基本上每天 就是医院 学校 家里面三个地方跑 书包里面 基本上就背两个土豆 背两块钱 坐一块饮姑娘车 然后我每次 还会利用星期天 然后做点手工 然后补贴家用 后来我就是这样子 一直生活 跟他们生活在外地 我就读高中的时候 我就回来了 我考上大学了 那时候我哥哥 在上大学 一普通的农村家庭 他就觉得 抚养两个大学生很难 他就四处跟别人打听 女孩子上大学有没有用 别人跟他讲 女孩子上大学没有用 以后都是要嫁人的 然后我妈妈回来 就跟我 应养怪气的腔调 给我摆脸色 然后我当时我就感觉 家里面也确实是很难 哥哥也要上学 以后要结婚 要盖房子等 然后我就说我不上了 当时通知书都下来了 什么学校问一句 就是我们老家合肥的一个 一个专科 当时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说 你的通知书下来了 然后就让我回去嘛 我就跟他说 我说老师我不上了 我已经在打工了 然后老师说 你拼搏了这么多年 虽然说上的不是一个好的学校 但是你既然考上了 你也要去读嘛 我就跟他说 我说家里面有点困难 我说我想提前 我想我不上了 给家里面减轻负担 然后后来我就没有上 我就一直打工 因为也没有什么好的学历 也进不了什么公司什么的 就只能靠做人家私人的服装销售 那时候我就每天 基本上四点半起来 因为做的是批发市场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我攒的钱 除了我自己的吃喝用 基本上都给我父母了 上半几年 给攒了十万块钱给他们 然后我让他们给我哥哥 也拿了点钱给我哥哥买房子 给我哥哥结婚用 我妈妈当时说 这个钱 你随时都能用 我给你存起来 留着一会儿你结婚 给你做嫁妆什么的 我就信了 有一年我怀我们那个大宝宝 宝胎的时候 就是打出血的时候 然后在一家里面躺着 我当时我就想着 跟我爸妈说一下 让他们给我转一点钱 是吧 他们就说没有 他说你们自己连这点钱都没有吗 还有我们要 就把我们说的 就特别一文不值 再后来我们盖房子 我们当时结婚没有房子 我们结过婚之后才盖房子 盖房子欠了点外债 我又跟他说 我说我这是自己借的形式 我又跟他说借我用 我后期有了 我会给他们的 我爸就说 你是嫁出去的闺女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 你有你们自己 我还有哥哥要养 我还有哥哥的房贷要还 就没有给我 然后我们又一吵架结束 最后一次 我最后一次为他要的时候 我跟他讲 你这次你一定给我 我问朋友借的 他们跟我说要还了 我说不管这个房子盖的是谁 但是现在是属于我自己的家 我说你给借给我 然后他们把我 把我骂的什么刺激话都说了 分了三次转给我之后 我哥哥直接说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联系了 然后微信就给我直接拉黑 我爸爸 我妈妈电话 微信全部给我拉黑 从此就没再跟我联系 就这样子 我两个孩子的出生 他们没有见过一次 没有出过一分钱 行 即便是我有的时候会想念他们 我也想回去 有的时候看别人回妈妈家 我也想回去 但我都忍住了 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对我 我应该维护我自己的小家 我尽全心地给你过 可是你怎么做的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断得好 以后像这样父母就不要再联系了 因为他每次都受他父母影响 他父母一说什么 他就这样一听 一听马上和他打电话 和他父母一打电话 打电话他父母就开始骂 你说他父母要他干嘛 有这样和女儿说话的吗 既然你不让我跟我父母联系 可是你怎么做的呢 我在家带着两个孩子 吃奶粉 尿不吃生病 所有我们三个人的开支 你每个月给我不到一千块钱 够用吗 根本就不够用 因为我在外面 一个月几千块钱 去了房租 去了开销 以后剩下只有那么多了 全部都给他了 所以我觉得我过程的手心朝上 每花一分钱都要问他要 然后呢 你干了什么 我就想着我自己 他既然不管我了嘛 他也不给我 他觉得他就这么大的能力了 那我就靠我自己创业 创业做什么 就是我在家带着孩子 有一次 因为我头发是自然卷 比较乱的那种 以前我都很想维护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我也无所谓了 我就在我们网络平台上 发了一个我 一个炸毛的一个视频 然后就一下子 就上了一个 九百多万的热搜 刚好这时候 就被一个百万网红看中了 然后他就跟我联系 这个网红 我也是关注他好多年 因为我觉得他的经历 跟我的经历都很相似 然后他也是从一位宝妈 然后手心朝上的日子 然后突破重重困难 我也就想向他学习 后来我就跟他取得联系之后 他就说 跟他学习只有一个条件 就必须要到他那里居住 所以我跟他说这个事的时候 他又不同意我 那互联网上先这么讲 对不对 那你万一去了 被骗子怎么办 但是我在家里面花一分 要一分 过着手心朝上的日子 娘家不能靠 你也不能靠 我只能靠自己 我能拼搏一把 是一把 这个年轻的家庭 现在面临了几个困惑 第一点 一对年轻的夫妻 如何靠自己的双手 拉扯大一双儿女 这是核心吧 对吧 同时又怎么去协调和处理 公婆之间的关系 包括要不要修复 跟娘家的关系 娘家的关系 值不值得修复 其实核心就是三个命题 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两个人的一场梦 成就了一场婚姻 我们也不希望 有两个梦成就的这场婚姻 最后成为了一场梦 一对小夫妻 尤其是做妻子 和娘家和婆家 搞得四面楚歌 一定有双方老人的错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反思 我们这当中错了什么 人对自己 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很重要 对家庭 对家人 有起码的感恩 很重要 即便他们对不起我 我想 我们也不能如此的记仇记恨 渊源相报何时了 尤其是亲人 只要有一方肯主动 没有化解不了的兵 关键 是你有没有这一种主动 所以你们两个人 真的需要好好的去 反思了 而不是每天 再回望 谢谢 曲总 女生为什么要重复 原生家庭那段经历 博得同情啊 女生你曾经试图 也努力过去修复 父母之间的关系 挣了很多的钱 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包括 在婚礼的那件事情 因为父母的不开心 大打出手 这都是你极致的一种表现 但是你好像 什么也没有得到 因为你的付出 都是有条件 你的付出是有目的的 你的付出是要换回 对方对你的付出 男生啊 正常你说的最少 但你说的最冷 你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词都让你们 感觉到那么绝望 我坐在这里 我都能感觉到 你们生活当中 如果沟通也是这样的话 这个日子就不要过了 我不让你去 出去创业 真是怕他受骗吗 不是 你怕想不住他吧 两个何等自私的人 你们的问题啊 不需要在我们这解决 回到生活当中 自己去反省 怎么能让自己 过得开心 就先得让自己 放下自私之心 不要太自我了 不顾他人的感受 就这样 谢谢曲总 雷老师 二位因为各自做了个梦 就决定结婚 然后 二位在新婚之夜 就互相肢体冲突 打得身上都溅伤了 然后呢 一方觉得 我认识你之前 所有的坎坷 都应该你加倍还给我 你打算还吗 他认识你之前 所有的坎坷 要你对他好 你觉得这个逻辑成立吗 不成立 不成立 所以另外一方面 对这个理由 断然拒绝 以二位的相处模式 我呢 搞发展心理学 我特别建议 二位出去打工 把两个孩子 留给奶奶 这样没有 儿媳妇和婆婆之间 因为第三代有矛盾 另外一方面 就是 我们在交小朋友之前 自己的待人接物 起码要做到公正 起码要做到平和 在这之前 就不要带小朋友了 这是我的 由衷的肺腹之言 谢谢 来 米娜老师 刚刚我专门找编导 要了您的号 看了一下 台上的您不讨人喜欢 但是在号上的您 却是一个 本分的劳动妇女 这样的劳动妇女形象 其实是很受 很多人的欢迎 和会让很多人 觉得有共鸣 但是 当您在舞台上的时候 您仿佛变成了 另外一个人 也许您为了 想把自己曲折的人生 讲得更加曲折一些 所以过分地放大了痛 有的时候 过分放大痛 就会使自己 看不到恩 也会使自己 显得是一个 眼里没有真善的人 那么可能 反而对于您 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 也对于您可能 经营身边的亲密关系 无论是婆媳 无论是母子 无论是母女 或者是夫妻 可能也都是 让我们会担心的 甚至我都会担心说 您跟您那所谓的师傅 能处多久呢 假如性格刚烈如你 社交技巧 匮乏如你 同理心和理解他人 话外音的能力 匮乏如你 那么很有时候 会把贵人相助 或者好好的一个舞台的机会 给糟蹋了 懂我的意思吧 姑娘 你们要修炼的地方 其实有挺多的 但是不是说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就能够解决的 但你们生活里头 有自己美好的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可能 真的就还是来自于 最早没有任何的一些包装 我最本真的自我的那一部分 就把那一部分好好坚持吧 我对于每一个 就是一边带着孩子 一边希望自己 独立自主的女性 我都还是很尊重的 放下心中的那一些力气 然后回到自己 最本真的状态 好好发展 好好生活 谢谢米娜老师 来面对面吧 姑娘 我可以告诉你 生活里失去了 感恩这件事 会变得特别可怕 你的岳父岳母说的那些话 包括你妻子 给你描述的那些经历 有多少是真实的 有多少是放大 你自己去过滤她 我不是说她刻意 要去放大一些什么 他们都说 我小时候特不窝闹 我姐逢人就讲 说她小时候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小时候是 基本记不起来了 我能记起来的 都是我光辉的 我那不光辉的 我一根声 我都记不起来 我说句实话 人的记忆会有偏差的 因为是利己的嘛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问题上 聪明的丈夫 聪明的丈夫 如果你做不到帮助 你就不介入 因为还有两个孩子 对于孩子 如果你的爱 是可以让他感受到的 是以他的成长健康 为主体的爱 那么不管谁带这个孩子 对孩子都有利 所以父母要做好榜样 你们不能再吵了 就太过激烈了 结婚第一天 家庭暴力时间 包括床的事 你知道床的事 为什么给你较劲吗 我特别恨这样的 就是自己结婚 自己不管 让父母管 那到底是你结婚 还是父母结婚 在婚礼当天 一对年轻人都讨论不清楚 怎么安排 养育自己的父母 在这个问题上 出问题了 就是年轻人无能 你就不配结婚 一个做孤业的 不能尊敬自己的岳父岳母 让他们在嫁女儿的那天 得到尊宠 那这个做孤业的 就不合格 一个刚嫁进门的新媳妇 就可以跟自己的婆婆 开战为了一张床 那对不起 你就是家庭教养不好 这种事 我们不激烈地去说 是我们失职 剩下的事你们自己聊 我相信以你们的聪明 你们谈得清楚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60秒 其实我也听了 好多老师的建议 在座老师和主持人的建议 但是现在我内心就是 我没办法舍弃 生我养我20多年的父母 但是我又不想放弃 我自己想出去创业的信心 我想能改善一点 试一点 能也能够改善 我两个孩子的生活 也不想让他因为 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困难 给他们以后带来压力 所以 我们现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请给我一点 自己的时间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五年的时间 虽然在一路上面 有很多的坎坷 但是我希望我们 接下来可以同心合一 抛弃一切这些 外界的一些东西 组建自己的 新的一个家庭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 经约APP 天洁FTV 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陆朵音 搜索爱情百味站的 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在每天晚上的 八点到十点开通的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 会在线帮大家 答疑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 连麦他们 来预测一下 我认为 对自己曾经的经历遭遇 记恨一辈子 那一定是自己的错 与自己的娘家婆家 同时搞的一团糟 更要去回望 自己错在哪里 对自己的人生 更多的是脚踏实地 不能说 一时有了一个意外 就认为 这就是一个方向 这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孩子 是不负责任的 我觉得我先跟女生说吧 虽然说呀 好的婚姻 可以疗愈童年的不幸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 当成目的 当成工具 这样对老公呢 是不公平的 那老公呢 其实 你要真正能理解 妻子内心的感受 他有的时候 在你面前去抱怨 自己的父母 其实他不是想 让你一起去对付他们 而是 这是一种撒娇 想让你帮父母 说一句话 因为他现在 无法跟父母去对话 他需要你的声音 去帮助他 完成这个动作 而不是拆桥 如果两个人都出来 大团圆的结局 只有一波流量 如果女方不出来 男方出来 女方的人设更悲情 现场隆重地分开 才能有日后隆重地复合 那是两波流量 从流量考虑 从人设考虑 女方应该不出来 我觉得他们是得出来 因为现在不流行 看这一种悲情女主 要看的呢 就是我能够在 逆境里头笑出声来 我能够把这一些苦难里头 可以给她整理好的 这一种状态 所以她就应该 在这个时候站在这 让大家看看 他们两个人 可以齐力断金 来吧 看看他们怎么做去 来 来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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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回 请回 请回